联城里的小朋友们 开心在圣诞活动中玩乐 综合区联城里里长林仁凯 日前和新北市托育人员 互助发展协会 共同办理圣诞派对 并设置了多项DIY活动与小关卡 让小朋友们假日玩得开心 同时也透过黄金支收站银鱼 设立奖助学金 由立法委员江永昌 新北市议员金睿荣 陈锦定发放给里内优秀学子 家长以及各位同学 今天来参加我们年成与 所举办的一个优秀奖学金的颁发 今年是第九年 是鼓励我们里内的优秀同学 是能够努力的读书 让我们的每个家庭 都来参与这个优秀奖学金颁发 有一个荣誉感 也祝今天的奖学金的颁发 也有我们办了一个 圣诞节的一个活动 让带动我们的小朋友 来参与 这次带给孩子们娱乐 并带动许多游戏关卡的 新北市托育人员互助发展协会 梁俊如表示 虽然现在少子化严重 居家托育人员仍秉持着爱心与耐心 希望借由这次圣诞派对活动来推广 让许多家长了解 居家托育协会也能提供一定的品质与服务 我们这个协会呢就是由我们新北市的托育人员所组成的一个协会 我们最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推广我们的居家托育 那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呢少子化的情况之下 我们居家托育人员呢 其实是非常的有爱心有耐心 提供给家长更好的一个托育品质 更好的一个托育服务 活动最后 圣诞派对不能缺的就是圣诞老人 立法委员姜永昌也乔装成圣诞活动角色 现场赠送糖果给参加的小朋友 让连城里的孩童们度过了愉快的假日 记者曾经家综合报导